欢迎您来听我讲故事,听民间奇案故事,品百味人生,精彩故事这就开始,谢小凤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可这柔弱的书生心智却不柔弱,像自己出生至今一世八载,却不曾见过外面的世界,书中描绘的美景如此之多,不出去见识一番为时有负此生, 随收拾包裹,给父母留书一封,便出门远游去了,这天,谢小凤来到了一个诡异的村庄,在来村庄之前他曾露宿在一座破庙里,当时这破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谢小凤又累又饿,就进入破庙休息,进得庙中,发现这座庙里竟然供奉的是个模样奇美的师女,知此女模样却不曾见过,谢小凤心想, 许是乃路自己不认识的神仙,当下恭敬地拜了三拜,找了片空地子去歇息,第二日,太阳的光辉还未普照大地,星星还零零散散地挂在空中,谢小凤就从梦中惊醒,带回过神来就起身赶路,正发愁前方不知多久才能看到人家借顿饭时, 谁知刚出破庙便发现不远处有一烟雾缭绕的村庄,谢小凤惊一不顶,昨夜自己在此并未发现附近有村庄,怎么这会儿突然出现了,虽心中犹疑,但架不住腹中饥饿,迈步便朝村庄走去,到了村庄,只见土房遍布,村中却寂静无声, 虫鸣鸟叫犬废节舞,安静地仿若一座古墓,可干净的道路,门前的青菜又显示此处必是有人居住的, 谢小凤停下脚步,在原地躲步一会儿,就朝着最靠近自己的那家走去,敲了两下屋门, 覆而上去,屋中没有任何动静,看看江亮未亮的天色,谢小凤决定等天光大亮了再来敲门, 于是在门前的一块大石上坐下耐心等待,时间悄悄过去,太阳慢慢越过地平线出现在天空中, 这时,村庄中总算有了动静,谢小凤朝着开门的那家走去,看到一个老波拿着汗烟出来,正欲打招呼, 谁知老波看到自己却面色大变,开口就质问自己从何而来,谢小凤赶忙解释了自己的来历, 老波得知谢小凤是出来游历,入京此地,当下便要让谢小凤走,还说穷乡僻壤有甚好游历的, 速速离去才是正经,谢小凤不解道,老波何故如此,在下突经此地, 腹中时是饥饿难耐,想在此求一餐饭时,冒犯之处, 还望老波海寒,说着便躬身作医,谁知老波态度坚决,坚持要他马上离开, 并推荡谢小凤往村外走,谢小凤抵不过老波的力气,只能被动离去, 想着今日估计又要饿肚子了,于是不再抵抗,顺从地往村外走, 想着在回博庙中歇息片刻就上路,谁知那破庙看着尽在咫尺, 自己却总也走不到,老波还在身后虎视眈眈,自己不愿在此落了面子, 既然这里的人不留客,自己也不会死去白来非要留下, 更是存了心气要离开,可太阳渐渐升至半空, 出来的村人也越来越多,自己却总也走不出去, 在老波开口叫自己时,面色突然涨红,刚要开口解释不是不走, 而是走不出去时,却听老波叫自己去村里休息, 谢小凤不敢置信地转过头,看老波已掉头往村中走去, 也不再迟疑,紧随老波其后,一路走来, 只听村人称呼老波为村长,才知道老波身份, 到的老波家中,只见一老父正坐在他前,看到我的身影, 叹口气问老波,留下了,老波沉着脸点点头在桌前坐下, 妇人招呼我上前用饭,并问我如何来到这里, 我把经过又与妇人解释一遍,妇人点点头说, 即使如此,便在此柱下吧,谢小凤看着老波阴沉的脸色, 当即回道,多谢大娘好意,指我还要去别处游历, 在此吃过饭时便走,刚才时是要走, 只不知为何走来走去也只在原地打转, 妇人又说,你是出去不了了, 听得这话谢小凤心中暗惊,当即追问这是何意, 谁知妇人却摇头不言了, 谢小凤吃过饭又去村口尝试, 但始终走不出去,无奈只能返还村长家中, 待到晚上,太阳还没落山,大娘便招呼谢, 谢小凤用膳,吃罢晚餐,大娘领谢小凤来到屋中, 只见屋中放着两口棺材,谢小凤正愣在原地, 不解其意,疑惑地望向大娘,大娘却不解释, 只让谢小凤躺进棺材里,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 说把转身出去,谢小凤来到棺材旁, 发现棺材中铺着厚实的被褥,进里边是躺了一下, 感觉竟然不错,于是安心躺下,等待夜幕降临, 过了一会,村长与大娘也躺进了另一口棺材, 第一次睡在棺材里,谢小凤身感心气怎么也睡不着, 等到夜半,呼听村外有人在叫爹娘, 谢小凤当即坐起并学问村长可要去帮忙, 村长听谢小凤出声,立声呵斥,快躺下, 说时迟那时快,一阵狂风袭来,谢小凤瞬间被刮到, 紧接着一空灵雨声出现, 咦,这里竟有一年轻男子, 嘻嘻,公子,且来陪妾身玩耍吧, 说着便要捉了谢小凤出去, 正在此时,村长从关重担起, 高声喊道,姑姑,这孩子还小, 且与姑姑当年年纪相仿, 离家只是为游历而来, 之后还要还嫁,姑姑且放过她吧, 说完就在关中跪拜下去, 谢小凤此时心神俱颤, 听得村长的话当即接道, 是是是,姑娘且放过我吧, 我只是来游历的, 不知何处得罪了姑娘, 还望姑娘海涵, 那姑娘却并不放过谢小凤, 抓了她便走, 谢小凤拼命挣扎, 身上的玉佩掉落, 发出叮咚一声, 这时谢小凤也顾不得挣扎了, 大声叫道,姑娘且慢, 在下的玉佩掉了, 我要去捡回来, 那是母亲亲自求来为我保平安的, 便是死, 我也要带她在身上, 谁曾想, 姑娘听的这话, 沉默片刻后放开了抓着谢小凤的手, 谢小凤赶忙去把玉佩捡起, 带回腰间, 再回头时, 已没有了姑娘的身影, 指控中有个声音道, 既然惦记母亲, 便早日回家去吧, 谢小凤此时再看周围, 黑漆漆一片看不到任何路, 正不知往何处走, 突然一阵狂风刮过, 再睁眼, 自己已回到了村长家中, 村长听到动静抬起头来, 看到谢小凤又回来了赶忙招呼她躺到棺材里去, 谢小凤一言而行, 躺好之后犹豫再三还是问出声来, 今夜的女子是谁, 晚上又为何要睡到棺材里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村长也不再隐瞒, 讲出了事情缘由, 原来姑娘名叫丰然, 是以前村子里里正的女儿, 因家中只有一女且生的貌美异常, 自小便备受宠爱, 后来带到出嫁的年纪, 家里为她择好了夫婿, 谁知她却看中了路过村中的秀才, 跟卓秀才私奔了, 李正得知此时怒而吐血, 不久就撒手人寰, 李正夫人失去了女儿和丈夫, 不久也去了, 没过多久, 丰然回到村中, 得知父母失去的噩耗, 当即痛哭失声, 后来村人才得知, 丰然被书生骗了, 回村后丰然坚信村外人都是花言巧语之辈, 吞下一颗不知哪来的玉珠变成了不死之身, 还在村外设下了结界, 把村庄隔离在世界之外, 让村人在村口给他搭建了一座庙宇, 就这么守着这个村庄, 水棺材是因此地常年笼罩在丰然的结界中, 夜中阴气横行, 棺材上有丰然施家的法术, 可保护村人, 且丰然夜里必要出来哭喊父母, 此时的他力气横生, 会伤害村民, 故晚上都不出去, 待到太阳升起, 丰然便会消失, 村民也可安心出来活动, 谢小凤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村长听说那姑娘让谢小凤早点回家, 便知是放过了谢小凤, 谢小凤此时冷汗直冒, 想着自己差点就被困在此一辈子, 再也见不到家中父母, 不仅心神俱颤, 待到天明, 村长送谢小凤到村口, 谢小凤再朝着破庙走去, 不一会便走到了庙前, 再回首已不见村庄影子, 当即也不留恋, 快速赶回家中, 回到家后, 与老父老母抱头痛哭, 后半生在家乡私塾教书, 好生赡养父母, 在未出过远门, 欢迎您来听我讲故事, 听民间奇案故事, 平白为人生, 精彩故事这就开始, 天清气爽, 两轴里坐在门外晒着太阳扯仙天, 看到卖油的经过, 小婶子也就是弟妹时时说, 家里缺油用, 奈何没有银子买, 嫂子左时说, 你先乘油来, 约好以后还上银子不就行了, 时时听了嫂子的主意, 向卖油的乘了油, 约定两天后付钱, 过了两天卖油的来要银子, 时时依然没钱给, 又问嫂子该怎么办, 而嫂子却说让她再等三天, 时时用这话再次打发了卖油的, 又过了三天, 弟妹对嫂子说, 你叫我先乘油再付银子, 可现在没银子还, 要不你借给我点吧, 嫂子左时说, 你要愿意听我的, 银子有什么难的, 弟妹说, 我就是什么都听你的, 现在拿什么还的, 嫂子左时说, 我看那卖油的后生长得还算俊秀, 你也年轻貌美, 跟她相好一次, 还用得着还银子吗, 弟妹时时听了也不生气, 只是说道, 就怕你以后会说出去, 嫂子左时说, 是我教你的法子, 怎么会说出去, 我躲到屋里去, 该怎么办就看你的了, 没过一回卖油的就到了, 时时无计可施, 只能强装笑脸出去答话, 两次说还你银子, 可现下又实在拿不出来, 不如拿我还你银子怎么样, 卖油的听了这话, 又见时时眉开眼笑美貌俏丽, 瞬间起了色心, 但环顾左右担心是个陷阱, 于是对时时说, 你家里肯定有人, 你莫不是在哄我, 时时对他说, 我丈夫去耕田了, 嫂子在邻居家, 现在没人在家才敢跟你说这话, 卖油的这才放了心, 跟着时时进屋去了, 嫂子左时在屋里看到两人进了屋, 又拴上了房门, 悄悄地出来把卖油廊的两半楼油倒在桶里, 两个楼里又灌满水, 再到门口去听屋里动静, 只听到屋里传来时时说话的声音, 好了, 你该走了, 可卖油的却不急着走, 嫂子左时故意在院子里大声说道, 这还没到中午呢, 难道叔叔下地耕田回来了, 卖油的听到外面有说话声, 立刻跳出门, 挑起油篓就要走, 正好撞见等在屋外的嫂子左时, 左时故意问卖油郎, 我弟妹把油钱还你了吗? 卖油的不敢停留, 边走边喊, 还了, 还了, 一溜烟跑出了村子, 嫂子左时知道卖油的发现楼里的油被调换了, 肯定还会回来, 就站在门口等候, 莫过一会, 卖油的果然找了回来, 嫂子左时看到卖油的, 笑着对他说, 你还没走呢? 刚才我弟妹的弟弟过来找姐姐唠嗑, 看到有一袋油放在院子里, 见不到人再却听到房间里有说笑声, 怀疑弟妹与卖油的有奸情, 将油倒进桶里, 楼里装上水, 回去报告母亲, 要母亲一起来捉奸, 回来的时候看到卖油的已经走了, 正在四处找人, 要是看到了你, 肯定抓了你和弟妹对质, 卖油的听到他这么说, 转身就要走, 左时拉着不让他走, 我给你通风报信, 你怎么谢我, 卖油的急于脱身, 只好答应明天送两斤油给左时, 没几天, 卖油的果然送了两斤油来, 嫂子左时对弟妹实事说, 前两天我在门口看到卖油的又从门前过, 我故意对他说弟妹说油钱没给, 你却忙说给了, 这中间必有原因, 我要告诉叔叔知道, 那卖油的心虚, 答应给我两斤油, 现在果然送来了,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应当分一半油给你, 弟妹实事说, 几天功夫就得了四斤油用, 多谢你的指教了, 嫂子左时调笑道, 只要你肯听我的, 还有别的给你想用, 又过了几天, 有卖肉的经过, 两周里把人叫过来, 各自撑了两斤肉, 说是没有现银, 过几天再付, 三天后卖肉的再来, 嫂子付了银子, 弟妹的则要过两天再给, 两日后卖肉的来讨要银子, 嫂子左时对弟妹说, 你就用上次的法子对付他, 我躲到屋里去, 时时笑着对卖肉的说, 买你的肉没银子给, 今天没人在家, 不如拿我的肉肠还给你, 卖肉的剑时时美貌不由心动, 嬉笑着说, 我想要你腰间的那些肉肉, 时时说, 全身都许给你, 等时时和卖肉的进了屋所上门, 嫂子左时悄悄跳出来, 把一旦肉都藏了起来, 坐在了肉蛋子旁边, 卖肉的和时时完事后从屋里出来, 发现肉不见了便问, 我的肉哪里去了? 嫂子左时回答, 被叔叔挑到里长那里去了, 怎么能偷我的肉? 左时说, 你好大的胆子, 叔叔更天回来看到肉蛋子在院里, 想进屋又发现被锁上了, 还听到两个人在屋里的调笑声, 知道是你和他媳妇通见, 让我在这里看住房门, 他挑着肉蛋子找里长去了, 我不好意思在门口听你们里面的动静, 只好坐在这里, 你也坐下, 等会偷肉的就回来了, 卖肉的听到被人发现了, 挑上肉蛋子拔腿就跑, 嫂子左时扯住他不让走, 给他我些肉, 不然休想走, 卖肉的哀求, 你就行个方便吧, 明天送两斤肉给你, 嫂子左时听他这么说才放开手, 卖肉的赶紧溜了, 弟妹时时出来埋怨道, 都是你教我干这种事, 现在让丈夫知道了, 这该如何是好, 嫂子左时说, 哎呦, 这就把我这师父给摊出来了, 只要你想吃肉, 这是有什么难遮盖的, 好嫂子, 你有什么法子快说出来吧, 嫂子左时从自己屋里拖出两扇肉来, 对弟妹说, 你吃不吃肉呀, 还要不要告诉你丈夫, 弟妹时时这才明白并没有被丈夫发现, 对嫂子说, 原来是你偷了肉, 要吓死我了, 嫂子说, 我是在吓唬卖肉的, 不把他吓走, 怎么的他的肉, 轴里俩把肉煮了, 拿出酒来边吃边喝, 弟妹说, 真是一日不知休, 三日吃饱饭, 嫂子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 是半时得快活, 一月吃酒肉, 两人互相调笑着饱餐一顿, 剩下的等以后慢慢吃, 过了几天, 卖肉的经过村子被嫂子佐世拦住, 慌忙给了佐世两斤肉, 转身就走, 佐世说道,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弟妹被丈夫一顿毒打, 你也该送两斤给他, 卖肉的又把一片肉丢给嫂子, 我没时间, 托你给他吧, 然后撒鸭子逃了, 弟妹时时对嫂子说, 我会养汗, 不如你会骗, 欢迎您来听我讲故事, 听民间奇案故事, 平百味人生, 精彩故事这就开始, 古时候奇门献上柳镇, 有一个寡妇叫张亚琴, 是父亲出了名的大美女, 话说张亚琴的父亲张亮, 是一名渔夫, 每天起早贪黑下河捉鱼, 挣钱养家甚是艰辛, 虽说张家清贫, 但张亮之妻流逝, 曾经是富家千金, 只不过后来刘家没落而已, 当年刘氏穷途没落时, 他打算投奔亲友, 哪一户途中被无赖纠缠, 若不是张亮仗义相救, 恐怕刘氏早已丢了清白之身, 事后刘氏为了报恩, 以身相许嫁给张亮, 自从生下张亚琴后, 刘氏用心栽培女儿, 终于让女儿成立一个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的女孩, 十六年过去了, 张亚琴越长越漂亮, 其美貌远生母亲, 当时不少富家公子, 争先恐后的前来提亲, 甚至为张氏大打出手, 话说张家乃穷苦之人, 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 能够培养出像亚琴这样优秀的女儿实属罕见, 这也是张亮夫妇最大的资本, 如果他们好好利用, 定会过尚富贵的生活, 可惜张亮夫妇并非贪财之人, 他们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 将所有妇少聚之门外, 他们只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 那年夏天, 张亮身体略感不适, 但他并没有告诉刘氏, 而是拖着虚弱身子去河边捉鱼, 谁知渔船驶向河中央视, 张亮突然脚下一花, 侧身坠入河中, 落水后他拼命地挣扎, 并且大喊救命, 无奈身子太虚弱, 只能看着自己渐渐沉下去, 扑通一声, 只见不远处一名男子, 纵身跳入水中, 朝他这边快速游过来, 看到这一幕, 张亮喜极累奔, 终于有救了, 原来男子叫陈柯宇, 住在小山村, 那日他在家中读书好几个时辰, 为了解闷, 于是独自来河边钓鱼, 结果看到一名渔夫落水, 事后张亮为了报答陈柯宇, 决定将女儿雅琴许佩计他, 一个是美貌的农家女孩, 一个是颇为才气的穷书生, 二人甚是般配, 二人很快拜堂成亲, 组建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 可惜好景不长, 两年后夫妻俩上山砍柴, 结果不慎误入郎村, 为了给张亚琴赢得逃跑时间, 陈柯宇拿着镰刀和群狼搏斗, 不幸被群狼咬死, 不知不觉又过去三年, 张亮夫妇俩的身子越来越虚弱, 而且经常生病, 这让本就穷苦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让父母安详晚年, 张亚琴来到城中谋生, 话说县城离老家庭远, 所以张亚琴回家探望父母的次数有限, 每个月才能回来一次, 那天张亚琴正在干活, 老乡突然跑过来告诉他, 说他母亲犯病了, 让他赶紧回家一趟, 听到这个消息, 张亚琴万分焦急, 连忙赶回娘家, 还好母亲身体无大碍, 在家稍作休息后, 张亚琴动身返回县城, 张亮考虑道, 女儿来回奔波颇为不易, 正好前阵子好兄弟送他一头毛驴, 于是他将毛驴送给女儿, 让他骑着毛驴回城, 说来也怪, 这头毛驴一向性格倔强, 可当亚琴骑上后, 毛驴竟然十分老实, 和父母道别后, 亚琴骑着毛驴赶路, 经过一段山路时, 一个书生哼着小区赶路, 看了一眼书生, 他愣住了,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和王府有八分相,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张亚琴将毛驴拴在一旁, 然后大步走到书生, 主动和他攀谈, 书生叫罗海兰, 此刻正前往京城赶考, 由于所带盘缠不多, 为省钱, 他决定步行前往, 可能是在罗海兰的身上, 看到了王夫的身影, 他对书生多少有点好感, 想着此地距京城甚远, 如果不行, 说不定会耽误考试, 犹豫片刻后, 亚琴将毛驴送给罗海兰, 罗海兰感激不已, 发誓若衷举定好好报答, 半年后, 罗海兰就任奇门先先令, 到任第一天, 他亲自拜访张亚琴, 了解到恩人生活不易, 他暗地里让人多多帮衬他, 罗海兰只是单纯的报恩, 可他的这一做法, 惹未婚妻陈小兰醋意大发, 他还一度怀疑罗公子和张寡妇有私情, 话说陈小兰虽为富家千金, 但他心胸狭窄, 抱负心极强, 虽然他有几分姿色, 但美貌远远赶不上张亚琴, 陈氏认为张氏是自己最大的威胁, 他担心这个寡妇, 会将罗海兰从自己身边抢走, 为了永绝后患, 他决定除掉张亚琴, 那天晚上, 陈小兰花重金, 从外地聘请一名壮汉李三, 让他深夜潜入张家的结张室, 哪知李三看到张氏容颜后, 顿时心生邪念, 想趁机霸占他, 张氏临死不从, 最后他的呼喊声惊动街坊邻居, 后来李三被抓, 经过罗之县庭审, 他当场招供, 并供出幕后真凶陈小兰, 最终二人被绳之于法, 经历这些磨难, 罗海兰和张亚琴之间有了莫名的情愫, 最终二人喜结良缘, 欢迎您来听我讲故事, 听民间奇案故事, 平白为人生, 精彩故事这就开始, 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 在丈夫外出的时候, 竟然主动邀请无赖进屋, 结果无赖走着进屋, 却被人横着抬了出来, 新媳妇又去京城接丈夫, 忽然满脸凶响, 对丈夫说了一句, 让我尝尝你的心, 把丈夫吓出一身冷汗, 话说明朝宣德年间, 山东城宣布正是 思青州府望山镇有个李源外, 祖上曾经在朝中做大官, 后来嫁到中落, 到李源外这一带时, 家中只有几百亩田地和几出房产, 为了重振李家雄风, 李源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 唯一的儿子李兰石身上, 不惜花费大家钱为儿子 请了镇上最好的私塾老师, 不仅如此, 为了让儿子李兰石专心读书, 李源外从来不让他操新家中大小事物, 导致李兰石虽然年龄渐长, 却四体不勤, 五股不分, 只知道读书, 好在李兰石天资聪慧, 很快考中了秀才, 可把李源外乐坏了, 专门请了亲朋好友庆祝一番, 谁想乐极生悲, 没过多久李源外惹上了大麻烦, 有一次李源外与朋友在酒楼饮酒, 结果喝多了, 与林桌孙四发生争吵, 不小心把孙四推倒在地, 孙四也喝了不少酒, 回家后不久便去世了, 也不知道具体的死亡原因, 孙四的家人把李源外告到县衙, 恰巧孙四的姐夫在县衙当差, 支县偏探孙四, 让李源外赔了好多钱财了事, 李源外几乎倾家荡产, 回到家中后郁郁不乐, 没多久便忧愤而亡, 临去世前, 李源外叮嘱儿子李兰石, 便卖家中仅剩的家产, 去省城参加乡市, 破釜沉舟, 考取功名, 为李家争光, 李兰石含泪答应了父亲李源外的要求, 李源外这才肯合上眼睛, 丁幽结束后, 李兰石按照父亲的遗嘱, 把家中仅剩的家产全部变卖, 带好盘产赶赴省城参加考试, 这天, 他到达花国镇, 住到孙纪客栈, 原本打算住一天就接着赶路, 谁知道一连下了三天的雨, 李兰石只好在客栈住了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孙掌柜经常主动来找李兰石聊天, 得知李兰石的家境后, 孙掌柜同情, 他见李兰石长相英俊, 况且父母双亡, 心里就有了想招他入赘的想法, 原来, 孙掌柜只有一个女儿小云, 一直想招个上门女婿, 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 如今见了李兰石, 孙掌柜认为他很合适, 况且李兰石还是个秀才, 将来他考取了功名, 孙掌柜脸上有光, 即便考不上, 孙掌柜有个秀才女婿, 也比镇上许多人家强出不少, 他委婉地向李兰石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李兰石拒绝了, 他说他志在功名, 要原父亲的梦想, 正当孙掌柜感觉惋惜时, 机会却悄然而至, 天晴以后, 李兰石准备出发, 却发现自己病了, 而且病得很重, 走不动路, 没办法, 李兰石只好继续留在客栈养病, 孙掌柜一看游戏, 于是主动让自己的女儿小云出面, 照顾李兰石的饮食起居, 之前, 李兰石没有同意孙掌柜, 一方面是因为当初父亲对自己的叮嘱, 另一方面则是没有见过小云, 当李兰石第一次见到温柔漂亮的小云时, 眼睛都直了, 李兰石母亲早逝, 使父亲把她养大, 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 因此很容易被小云的柔情所打动, 李兰石所带的盘缠毕竟有限, 如果没有生病, 靠着这些盘缠去参加科考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今住店也需要花钱, 治病也需要花钱, 李兰石很快便身无分文, 孙掌柜主动帮助李兰石, 给她请大夫, 让小云帮她抓药, 这让李兰石更加感激孙掌柜妇女, 病好以后, 李兰石反倒不着急走了, 并且主动提出要入坠孙掌柜家, 孙掌柜心中大喜, 选了好日子, 把客栈布置一番, 为李兰石和女儿举办了婚礼, 新婚业, 李兰石发誓要对妻子小云好, 不离不弃, 否则就冻死在街头, 小云很感动, 两个人你农我农, 共读洞方花竹叶, 父亲只在读书上对李兰石严格要求, 并没有教过李兰石截指之道, 因此李兰石结婚以后, 天天待在房间里不愿意出来, 直到半个月后, 在孙掌柜的提醒下, 李兰石才想起来还有参加考试这件大事等着自己去办, 小云为丈夫打点行囊, 一再叮嘱丈夫李兰石安心考试, 考完试以后, 不管结果如何都早点回家, 李兰石带着孙掌柜资助自己的盘缠, 与新婚妻子一一惜别, 重新踏上行程, 赶赴省城参加考试,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李兰石刚走没几天, 孙掌柜有一次收账时回来得很晚, 夜里天黑露花, 她不小心跌落水中溢亡, 小云伤心欲绝, 可是为了不影响丈夫考试, 她选择了默默承受这一切,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她安葬了父亲, 此后便在家盼望着丈夫高中的消息, 孙掌柜去世以后, 小云独立难治, 暂时关了孙记客栈, 独自留守家中, 一个年轻貌美的新媳妇, 家里没了父亲, 丈夫又不在身边, 难免会引来一些心怀叵测之人, 镇上有个无赖叫王甲忠, 平日里喜欢寻花温柳, 以前曾经试图靠近小云, 被孙掌柜打跑了, 如今, 她看到小云无人保护, 便动了歪心思, 经常跑去招惹小云, 小云烦不胜烦, 有一次晚上, 王甲忠与朋友喝了点酒, 返家途中经过小云家, 色字头上一把刀, 她想起小云的容貌, 恶象胆变身, 翻墙爬进小云家欺负她, 小云身担力薄, 虽然拼命挣扎, 可还是让王甲忠得手了, 天还未明, 王甲忠摸黑逃回了家, 只留下小云在哭泣, 小云想起丈夫李兰时对自己的好, 心中万分羞愧, 她穿上新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然后悬梁自尽, 王甲忠跑回家以后, 并没有当回事, 她想小云一个弱女子, 掀不起什么风浪, 照样出去找朋友喝酒耍闹, 晚上, 她再次经过小云家, 抬头发现小云站在门口, 穿着漂亮的衣服, 满脸笑意, 向王甲忠挥手, 看到小云如此妩媚动人, 王甲忠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 笑眯眯地跟着小云进了屋, 事后, 王甲忠心满意足, 小云依然满脸含笑, 对王甲忠说, 公子, 快抬头看上面是什么, 王甲忠抬头一看, 只见小云脖子上套着三尺白铃, 挂在房梁上, 眼睛突出, 舌头伸在外面, 在王身边看时, 哪还有小云的影子, 刚才, 王甲忠已经被吸走了大部分的阳气, 此刻见到这种情景, 忍不住肝胆剧烈, 嘴里吐出鲜血, 当场毙命, 见到牛头马面来带自己走, 王甲忠很不甘心, 可是牛头马面告诉他, 小云姑娘的经历太凄惨, 阎王准许他复仇, 你别那么多废话, 赶紧跟我们走, 小云姑娘的仇还没有报完呢, 小云让无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便去京城寻找丈夫李兰时, 找来找去, 一直没有找到, 当小云经过一处烟花柳巷时, 从青楼里走出一位面容憔悴的公子, 只见他眼圈发黑, 双腿无力, 后面还有人在驱赶他, 小云仔细观瞧, 发现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朝思叶想的丈夫李兰时, 看到这里, 小云明白了一切, 原来, 李兰时从考场走出来以后, 想着岳父这次给了自己不少钱, 好不容易来趟省城, 先逛几天再回去, 逛着逛着他便来到了烟花柳巷之地, 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青楼女子, 李兰时沉醉在温柔箱里不能自拔, 李兰时从小只知道读书, 全然不懂人情事故, 他用情颇深, 可青楼是什么, 是小金库, 他们看重的是钱, 当李兰时把钱花光石, 便被赶了出来, 小云飘到李兰时面前, 把李兰时吓了一跳, 他心虚地问, 你怎么来了, 哦, 我刚好经过这里, 有个朋友在里面, 我进去见了他一面就出来了, 李兰时的谎话随口就来, 可是小云根本不相信, 他上前拉住李兰时的手, 片刻之后便回到了孙纪客栈, 李兰时感觉小云的手冰凉, 小云盯着李兰时问, 当着我父亲临位的面, 你给我说实话, 李兰时不敢支持小云的眼睛, 孽如了半天, 才终于说出了实情, 小云仰天长叹, 痴心女子付新郎, 你知道我们家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来, 让我尝尝你的心, 看看还有没有良心诈, 说完, 小云面目猙獰可怕, 一双长指甲的手伸向李兰时的心口握, 李兰时吓得转身就跑, 小云则在身后颈椎不放, 李兰时跑到街道上, 迎面走过来一位老人, 牵着一头牛, 李兰时慌不择路, 钻到牛肚子下面, 小云只知道往前跑, 一下子撞到牛脚上, 牛受了惊, 顶着小云往前跑, 一直把小云顶到一棵大树前才停下来, 而小云也彻底没有了动静, 后来, 人们才发现小云的身体早就已经僵硬了, 之前得知事情的经过后, 夺去李兰时的秀才身份, 并打了他二十大板, 孙计客栈收归衙门, 李兰时一分钱也得不到, 当地县衙出钱, 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安葬小云, 无赖王甲中则被人从客栈里横着抬了出去, 尤其家人埋葬, 李兰时遭到诗人唾弃, 雄困潦倒, 竟然靠沿街乞讨为生, 最后在街头冻恶而亡, 正应了当初洞房叶的誓言, 欢迎您来听我讲故事, 听民间奇案故事, 平白为人生, 精彩故事这就开始, 静安人书四常, 从小喜爱打拳弄棒逞强斗勇, 他拜了好几位老师, 后来还觉得没有遇到名师学到真本领, 又独自去了金领, 来到某位知名拳师的门下, 这位拳师闻名全国, 徒弟遍布全国, 可谓逃离满天下, 书四常在他的门下学了好几年, 得到拳师的真传, 记忆差不多都学会了, 这天,全师带着书四长和几名徒弟逛街, 遇到一个砍柴人从挑着柴从面前经过, 那砍柴人的柴木不小心挂到了全师的衣服上, 把他的衣服划了一个小口子, 砍柴人连忙停下来, 对着全师连连鞠躬道歉, 一副十分惶恐的样子, 全师却愈怒未笑, 以巴掌抡了过去, 打在砍柴人的脸上, 砍柴的人捂着脸, 有点生气, 说道, 不小心挂了你的衣服, 我已经道歉了, 你何必小题大做这样用力打我, 全师以前这样用力一巴掌打到别人, 被打的人都会立刻倒地不起, 现在看这个砍柴的人不但没有倒下, 还敢这样和自己说话, 全师更加生气, 又一拳打了过去, 他的拳头还没有打到砍柴人的身上, 全师自己就倒下了, 全师身后的几名徒弟都没有看到砍柴, 砍柴人是如何出手的, 一个个都吓得脸色发白,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敢上前, 两边看热闹的有不少人, 都笑话全师徒有其名, 砍柴人略微责备了全师几句, 不紧不慢地挑起柴走了, 书四长心中惊异, 悄悄跟在砍柴人后面, 砍柴人卖了柴之后, 出了城门, 走了好几里地, 来到一处荒村, 那里有几间茅屋, 砍柴人走了进去, 书四长走到茅屋门前, 拜祷在地, 嘴里大声呼叫砍柴人, 请求他收自己为弟子, 砍柴人走出来, 惊讶地问他, 你到底要做什么, 书四长说道, 您今天在街上打倒的那个人, 是我的师父, 我见您武艺高超, 想拜您为师, 请您收下我, 砍柴人连连推辞, 说自己哪里有什么本领, 根本教不了人, 然后就走进茅屋再也不出来了, 书四长在门口等了好久, 也没有办法, 就想周围的邻居打听砍柴的人是什么人, 邻居回答说, 他是从外地迁徙到这里来的, 谁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 他每天进山打柴, 卖了钱回来奉养老人, 倒是十分孝顺, 书四长心中有了主意, 先回到城中, 第二天, 他又回到砍柴住的地方, 等到砍柴人出门以后, 书四长走进茅屋, 见到砍柴人的老母亲, 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老太太, 老太太十分惊诧, 不肯收下, 书四长把自己的来意说了, 请老太太帮忙劝说儿子, 让他收下自己这个徒弟, 老太太这才答应下来, 到了傍晚, 砍柴人回到家中, 老太太帮着书四长说了许多好话, 让他收下书四长这个徒弟, 砍柴人也被书四长的诚意打动了, 对他说道, 我只有这一点搏迹, 你如果一定要学, 我也可以交给你, 不过你也不要拜我为师, 就拿我当兄长吧, 书四长心中高兴, 当然忙不迭地答应了, 砍柴人带着他来到茅屋后面, 那是一道石坡, 石坡下面有一个石磨, 大约有三四百斤重, 砍柴人让书四长下去试试, 书四长勉强能把石磨举起来, 砍柴人用脚推动石磨的轴, 把他踢上坡顶, 然后让石磨滚到坡下, 再把石磨踢上来, 这样连着做了十多个来回, 一点也不见劳累, 然后对书四长说道, 你的精力长时间没有得到锻炼, 先这样练练, 把筋骨活动开来, 砍柴人又让书四长付下汤药, 让他锻炼筋骨, 一段时间之后, 书四长也能把石磨搬上搬下了, 砍柴人又教他练行设计的方法, 书四长照着他教的办法, 全身硬得就像一块铁一样, 一根粗棍子打在身上, 都会反弹起来, 他把身体贴在墙壁和屋梁上, 也能向前行走而不掉落下来, 书四长跟着砍柴人学了十多年, 这才回到自己家乡, 到南昌城中做了一个小买卖, 书四长见人十分客气恭敬, 一点也不像身怀决意的人, 有人说他本领高强没有对手, 别人也大多不相信, 南昌城中也有许多爱逞强斗狠的人, 他们聚在一起, 找到书四长, 想要和他较量一下高下, 书四长连声推让, 说道, 各位都是壮士, 本领高强, 我哪有什么本领, 这些人当然不肯这样放过他, 坚持要鄙视一下, 书四长这才说道, 我倒是学过一点, 但是都是些粗浅的功夫, 我想先看看各位的本领, 也好让我长点见识, 有所进步, 书四长跟着众人来到野外, 这些人各成其能, 书四长看了他们的展示, 笑着点头, 很好, 众人想看看书四长的身手, 书四长说道, 你们想试试我的身手, 不妨都来打我, 一个少年人立刻出手打了过来, 拳头刚伸出来, 忽然就倒了下去, 少年恼羞成怒, 拿出一根铁棍, 用尽全力打了下来, 书四长用胳膊夹住铁棍, 沉下脸说道, 你也太狠毒了, 这是想要我的命吗? 书四长脱下上身衣服, 站在中间, 向众人招手, 来吧, 你们一起拳上来吧, 我不害怕, 这些人都挥动着棍棒冲了上来, 棍棒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书四长一里不动, 坦然成手下来, 大手一挥, 这些人全都倒在地下, 有一个人比较狡猾, 他趁其不备, 一拳打在书四长的腰上, 感觉如同鸡打在石头上一样, 众人这才知道害怕, 纷纷败倒, 请书四长原谅, 并且请他不要把这事说出去, 让他们名誉扫地, 书四长笑道, 我只不过和你们开个玩笑, 哪里想和你们分个高低上下, 你们也不用搏虑了, 众人都十分佩服他的度量, 从这以后, 书四长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南昌全城, 书四长却十分谦虚, 说自己比起金陵砍柴人还差得很远, 有人问起金陵砍柴人, 书四长只知道他是陕西人, 当初做过强盗, 后来改恶从善, 隐姓埋名, 隐居在金陵, 一心奉送老母亲, 直到终老。